自从杜兰特在对阵火箭系列赛的第五场遭受小腿拉伤后,勇士在杜兰特缺席的比赛中,确实没有输掉任何比赛。所以从球迷角度来看,很容易就延伸出,没有杜兰特的勇士会是更好的球队,勇士并不需要杜兰特等言论。 而作为开拓者替补后场的塞斯库里,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,他认为,没有杜兰特的勇士更难防守,我认为他们很难防守。塞斯库里告诉萨姆·阿米克,当没有杜兰特时,他们能打出很快的节奏,他们绝对不是一支更好的球队,但他们很难被防守。 显然,当斯蒂芬和克莱作为进攻重点时,他们能打出完全不同的篮球。 对于这个说法,作为事件主人公的杜兰特似乎首先不同意,并且也以最杜兰特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。 除了之外,作为杜兰特队友的德雷蒙德·格林,在接受采访时也对这个言论给出自己的看法。 当然,这次格林并没有像赛季出那段时间一样,担心杜兰特的流队,会在未来给到自己续约的威胁。 这是愚蠢的格林告诉记者,这是非常愚蠢的,我不认为,有人只能坐在更衣室,会让球队更好。 不仅仅是杜兰特和格林,赛斯库里的这个言论,也引起球场外的重视,这其中作为NBA名宿,以及大水评论员的巴克利,就并不认为,勇士在没有杜兰特的情况下,还能夺下总冠军。 我认为他们确实连续打了三场梦幻班的比赛,但任何人认为,他们在没有杜兰特的情况下,还能夺下总冠军,那么,他就是不懂篮球的人。 在球员生涯有11次入选全明星,并且目前担任TNT分析师的巴克利说道,他们不会在没有杜兰特的情况下,还能击败凶鹿。 斯蒂芬库里和克莱汤普森,还是能有很好的表现,我也听到某些人认为,现在勇士能有很好的转移球,但没有杜兰特他们不会赢得总冠军。 而且我坚持雄鹿,才是最终能夺下总冠军的球队巴克利补充道。 目前杜兰特因为小腿伤势,从勇士对阵火间的西部半决赛,开始已经缺席了多场比赛,并且勇士已经是三连胜,就算杜兰特表示,康复计划有良好进展,但作为勇士主教练的科尔,也表示,杜兰特的伤病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更严重。